反正都會有顏色產生 那你只要有顏色這個東西就可以 甚至是不是這也可以寫個APP 以後叫做查詢 顏色的 你就讓人家去選一個顏色 然後點下去就有一個這個 也可以對應得到 像類似小的APP OK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關閉 然後把它Save一下 記得就是要有顏色就對了 那我們Set顏色的話就R 直接在R裡面就可以去對應到 Drobo 所以你就直接打一個Drobo Enter 然後再點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顏色 裡面的話有這個 Blue Green OK 那比如說我要改一下Green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再來的話 預設要選哪一個 請你特別注意 Set Selection 這個叫Selection 上面那個叫Selector 這個叫Selection 後面請你給他一個數字 那數字第一筆資料是0 第二筆資料是1 2 2 4就是第三筆 那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裡面只有8筆 你不能給他9 也不能給他8 為什麼 8的話就是第9筆 就超過他的正列的所以 那也會產生錯誤 奇怪沒有這一筆 你怎麼叫我選那一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位置 也要確定是第幾筆 那假如練100筆的話 你就是剛好可能要在中間的話 你就給他50 那他就會剛好一啟動 就剛好放在中間 讓你要往上往下 比較好找一點點 OK 那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你剛剛的範例底下 再增加這三個屬性的設定 那這三個屬性的設定 除了可以參考我的之外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那個7之9頁 那我的程式碼在這裡 裡面的話打開來 就在下面這裡 這三個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Vlog 厲害 這是 谢谢观看